吃美饭 王脸为伍 大家好 一听到这个开场就知道 恐怖游戏实况解说 我是狼肉 这回选送的游戏 成绩上一回 鬼打枪 救终恐怖游戏 这里是第二期 当然也在这一期结束啊 因为它是demo版 话说上一回 啊对了 元旦快乐 这期发布的时候已经到元旦了 在这住院点进来的朋友 有一位算一位啊 新年新气象 在新的一年 轻松 哎 轻松就行了 因为在直播间不管是大佬还是嫖客 耳朵塞满了 累得累死 穷得穷死 这不是贬低啊 总是在这抱怨嘛 吃土了啊 吃土了 所以简单灭了 工作轻松 赚钱轻松嘛 反正上一回说到 上回也没啥剧情 这不主要看着游戏的画质 配色 这个气氛的营造 人设啊 就是人模设计 包括这个boss追逐的机制 哎 反正就从这几个点设计听语 这不是四项神兽嘛 咱上回打到这儿 就是它这个解谜 战神还没搞懂 但是借用的元素就是四项神兽啊 这咱以前古代发尾学的图腾啊 就是青龙白虎 朱雀拳舞 东南西北嘛 当然现在搞不懂没关系啊 上期小鬼儿还有个解密在暗准没弄 这小鬼儿啊 从现在开始它不断地放小鬼儿啊 先放个钓鱼符 说真的咱还真没用过这个钓鱼符记牵着这个小鬼儿啊 都是之前都是 啊 行了 别看了 走吧 不断地放小鬼儿啊 行了 别看了 走吧 不断地放小鬼儿啊 对了就这了 就是简秘地方 但是这些小伙一直跟着 我想怎么弄啊 那个钓鱼服只能牵着他一会儿啊 得需要拿这个镜瓶去装那个龟火烧他吧 这附近没龟火啊 这算了算起来 这看起来不难啊 他直接怎么说 招鹿润肤带猪 咱有肤带猪 然后紧接着说是什么木匣 点睛黄泉路 别急别急 我看一下 应该就是打开这个木道的门啊 反正有这么几个平块 但是一看就是你看那个门上面有入口放那个粉带猪 下面还有个出口对不对 你只要把这个通道对上让他无让那个珠子下来无阻挡的从入口到出口 自然下坠吧 但是我看一下它得旋转 我看一下这个操作 它下面的操作 哦我知道了 它这个指人是帮咱 超度的 这又是个bug 就是游戏制度组 它把这个方 坐标定错了 其实这个指人 这挨咱呢 又从这开始了 反正四项神兽就上面都是钉了 哎呀 真不容易啊 各位 我的天,它这个游戏它不是bug的问题 它是追逐机制和死亡机制,确实有点迷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它上面说的这个黄泉路总算是给点开了 这哪是黄泉路啊 怎么 哦,摔了一下,不是摔了,是坠了一下 别跑 又是那个大飘子,那跟着走吧 咱这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情景涅变啊 咱这不是给左爷来送荡了吗 怎么直接去巡龙分镜看蚕蚕,上来一层关了 哎,在这猴跳吧你 前面有个鬼火再收一下 说不定在保姆齐在哪能用,能用上 按理说它这个设计在这个地方给鬼火了 它下面肯定能用上 它不会平白无故的 只不过它这个地方有个bug了 之前遇到过 这鬼火会突然间消失 怎么回事 卧槽,聚会呢 这里我好像来过 前面得左转 我左个屁啊 我左的堵门呢 我想想给你尽开了 先把这个瓶里面火给放了 再收一个 来,看到没有 现在就剩一个了 突然间消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bug 如果是的话这个bug好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只不过这个木道 这不是个木道啊 这可真是生前作用广煞万间 死后卧眠广煞万间 他叫右转 这里是他的墓室 他是 完了 手机看不清 他为什么也不给个蓄电机制之类的 你哪怕是那手摇式充电锚也行 哦 生望危机啊 这经年投影啊 其实 以我的经验啊 他这个也不需要特别精确 你对这个右上角的大体轮廓差不多 哎就得 嗯 嗯 算了 换个转个圈啊 转个圈 哎 不难 行啊 这来到中央牧师了 他刚才用那个 他是 你去自判他 他 剧情剧情了 哇 这 滑盖 哎 打扰了 你继续录啊 当务不存的 可以操作了 似乎 不明 不可 靠近 嗯 我刚才说了什么 哎他刚才那个脸拉老长他竟然不弄我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弄意儿 什么姿态 这好家伙 这个定觉的 这感觉不做点啥都感觉对不起他 他刚才说啥 似火不明 所以这个蜡烛没被点燃 所以咱们把它给点燃 对不对 拿什么点 拿这个瓶里面的鬼火点 不行 喂 喂 大家 你确定不弄我一下吗 你这都坐起来了 涂什么血的 起来就是如猫 猫啊 刚才不是说了吗 似火不明 不能靠近啊 似火不明 不可靠近 不可靠近 嗯 我刚才说了什么 这下面托盘是个像还有没有 不太合适吧 这不古印度的吗 怎么说也得是个厚土 龙啊 旋鸟之类的 没有什么触发道具 至少给我个火柴了 打火石了 火碾子之类的 大家要不接个火 当然是不可能 雪落不见影 鹰蹄无回声 嗯 嗯 不行啊 想想想想想各位 是不是拿着个瓶 去到这个借个借个 哎呀 哇他们还用借啊 不好意思啊各位 脑子全了 这他们外面到处都是鬼鬼火 我还想上火炸子呢 牧室里面的火呢 长平灯啊 那是普通的火嘛 是不是 各位都不知道 刚才一瞬之间 我甚至都想到了美人鱼 就 骄人啊 不是相传那个秦始皇他的灵 他不有长平灯吗 史书记在这个长平灯的灯油 是取自搅人身上的油啊 呃不是是第一声啊 骄人 鱼字旁加个骄尾的骄 骄骨的骄 呃 呃呃 这骄有着骄啊 就相传那玩神秘的物种 没人哎呀我简直个毛线啊 这是简直 啊不是这么触发的 直接释放F 就像烧鬼似的 哦耶成功了 大家 你呃 你动一下 啊 现在就可以 可以和他交互了 啊 实际上带着个项链 是简迷啊 他上面有个环 看见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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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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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Motherfucker 怎么回事啊 什么机日啊 我他妈跑了半天 就为了这一项 好在我保存了这一回 啊 别动啊 别冒失咱先看 小妈妈在不碰绳索的情况下去 我尴尬的笑了 不看说明书是个病啊 这个就是那个啥 那个游戏叫啥 电流积极棒 也叫电磁米宫是不是 这个我玩过各位 几十年前玩过一款三万幅的 所以咱是数手 啊 啊 你看咱这言谈话语之间 轻轻松松 不就过去了 黑水经 五迷宗之一 爱之谜 咱直接介绍过这个五迷 就是佛教解释的 人道的五种痴迷 那这个黑水经 爱之谜就代表着 财色明识税的色吧 之前的铜桥代表着财 财色明识税 其实就是人道三读 贪嗔痴这个痴给解释开了 有五种痴迷 贪财的贪色的贪名的 贪吃的贪睡的 贪色明识睡 不知道这个游戏是不是借这个来说事 孙蕾 你不该来的 好家伙 直接给我送出来了 行吧 拿到游戏重要道具 先发个名片 以后记得联系 大姐 其实咱也是没办法了 真不想发这个名片 下面拿到这个道具 咱不知道干什么了 但是按照一路走过来 这个游戏节奏 到处溜达溜达 也许会触发什么新的剧情 会给予什么新的指引吧 要不就是 刚才不是还一个解谜吗 《思想神兽》那个解谜 咱仔细看看去 只不过这个宋新队是真烦的 他一直在那放小鬼 他矫缠你啊 看到没有 咱找到这个猪雀 一直没有仔细研究 先走开一点 这你妈 性交宣传队真讨厌啊 这不脏了各位 他这一道吹锣打鼓的 大概意思就是 各位注意啊 各位要知道啊 这马上就要性交了 明媚正确啊 合法合理 性交喽 嗯 没烧到 以防止有干净墙啊 在这闹事啊 我说一下啊 刚才那个话不是我说的 是鲁迅说的 不信你去查去 就不信你去查去 是鲁迅说的 完成了 什么意思呢 这回这个白虎 往上面扎钉 白虎 那肯定是白色 属西方 魁楼魏某 毕自参 那接着找吧 肯定还有青龙 朱雀 玄武 只不过他是个地形 黄山漫野 你往上看吧 往上看 他肯定有这个灯啊 草 玄武吗 那肯定是黑色 咱都不用看提示 这个在专业啊 黑水 前砍跟着那个砍 五行里面那个水就水 黑色 要不怎么西游记 他有个黑水盒 黑水盒里面有啥 小驼龙 小驼龙 他不就是个玄武吗 打那个小铃四黄霉怪的时候 请了那个真武大魔天尊 他手下龟十二将 那个龟将 他被称之为黑灵尊 黑灵尊神 还差最后一个青龙 我这个青龙他极确是找不到啊 都没有亮光了看见没有 反正那句话怎么说的 左青龙又白虎 老牛在腰间 龙头在胸前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不废话 丢个名片 这得养成习惯了 行吧 咱一边找一边说吧 青龙啊 是不是啊 东方七秀之主 这脚抗低防新伪基 是不是啊 咱比较熟悉的抗金龙 就是里面的脚抗低防这个抗啊 诶 又他妈缠上来了 行 就是西游戏拿那自己的脚 翘那个脑的那位啊 反正咱现在眼前操作这四项神兽 他就是二十八星宿 四七二十八嘛 把二十八星宿分成四份 咱现在找了个青龙 就算是神话中那个抗金龙的直系上司了 这不对 这白虎盯过了 不会是在这个山坡之后 卧槽 这没想到 来吧 按照他这个解谜提示 全部盯上之后会怎么样 剧情 这又是滑盖手机 再蹦出来个啥 先发棉片 啥也没有咱过去看看 好像我这绕过去了 哎呦我腾都烦死了 这一货特别讨厌 你想弄死他吧 你还得取火 彻底把他给消灭了 不然他用那个吊鬼前 只能牵制他一会儿了 但是那个吊鬼前 他有数量限制了 倒就不够用了 那个鬼火吧 你还得现取现用 不然就让他一直这么黏着 这么缠着 又大了 哎算了弄死我了 反正保存 就当是清场了 好好看 那个棺材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像人头啊 纸人头 还一票给了三个 能想到的 就是给下面这个屋头的纸人装上呗 但是全程只找到这一个 其他两个在哪啊 不对 装错了 这好家伙 几个意思啊 他让玩意儿可以打开详情 你就看他的样子 他这个指人之前用描述说了 他像一个书生 就这个了 看起来像了 高兴了 得到一个木头小人 又是五密宗 这回是恨 恨代表上 恨 那看来我之前解读错了 各位 那他是五密宗 应该不是我之前解释的 那个佛教的五密意义对应的吗 原佛教五密 他不是财色明实税吗 他这个恨属于哪一个 都不属于 当然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拿到这个木头人 咱要干什么去 先丢个名片 慢慢想 好像之前路过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解谜吧 我找找 其实咱就不细备看了 主要有小怪在这追啊 我都能背了 天书天旋 天机天旋 月恒黑暗 有光 北烧七魁 应该就是对应这个镜子 他的操作提示就是命树万寿炎 魂穿七星锅 重点就是魂穿七星锅 魂穿七星锅 魂咱给取来了 也给穿上了 下面就是操作这个七星锅 是不是 好家伙 这个解谜 哎呀 他这个 灵美度太高了 对不准啊 下面还有七个镜子 要这么对啊 不是我说了 他这个设计真他妈是鸡肋呀 总算是微镜过来 别忙着镜啊 看他这个石碑上显 贪狼 哎 这才无所谓的 完了 手机没电了 看不了了 虽然看不清名字 但我知道这是巨门 知道他是七个墓碑啊 七个死人 他们生前按照他们刚才不是炭狼吗 所谓北斗七星第一星 第一星天书星也叫炭狼星 在异学上是什么叫 下面不还有天旋 天气天旋 玉恒开阳 他都有对应的 一一的这个 这文曲星啊 这是从星命格 反正就是一一对应的命格吧 也叫命功啊 反正都看过那个杀破狼嘛 他不是杀了一个石破烂的狼啊 他这三个字就对应了 北斗七星三种命格 杀是七杀 破是破军 狼是炭狼 三个命格有一个对吧 他主演不是真子丹吗 红吉堡 任华达对不对 有兴趣可以去翻那个易经 一个一个就对啊 陶罐 生死之谜 拿个陶罐干嘛 你看这几个好像已经是关键的几个道具了 但就不知道在哪用啊 不说了 看看到处溜达溜达 看能触发什么新的剧情 就是嘛 咱那个学弟一直在电话上跟他提醒 还跟着 让他找一个千指观音庙 镇煞 原来在这 这不五行镇门用这个道具 哎 清场 清场 各位 行 来吧 弄死我吧 慷慨疯死了 怎么回事 弄死了 弄死了 行行行行 这个游戏这个小怪啊 他这样设计的确是有问题啊 正式发行你至少得把那个曲伏的动画bug给修复 还得把这个鬼伙事的点多一些 你不然的话你这些小怪 给他们狗皮膏要似的 这么个五行线门前千指还人间啊 他这个是叫守阴宫啊 他不是守阳宫啊 那这个座台放是水元素的东西 水吗 黑水晶 行 这就顺了啊 下面如法炮制呗 但是我感觉不够吧 这个是金 金钱吗 这他妈不是干吗 五行线门前 签纸还人间 守阴宫 昨天准理的本药遗址资料里也出现过这个名字 不 最后一个火 不可能是个字评吧 不是啊 这都是攻击用的 这不是都是消耗的道具 不是出发道具 哦 取鬼火 取鬼火 只不过这 先保存啊 方圆百里见不到鬼火 这他们一片计秒毫无声息 假设他们可是想找鬼火了 就找不到 你用不着他时候啊 他总是在你眼前身后营营绕绕啊 应该用的到时候找不到了 这我记得再往前啊 这有个墓啊 不是许楚的墓啊 不是许楚 是什么楚的墓 这可真行 大半夜跑到一个荒村找墓地 找鬼火 这见到鬼火了 我还特别的兴奋 这还又给粘上了 我操 按理我是可以拿这个火烧它 但这个火来之不易啊 不能这么浪费啊 我操 绕路了 我操 绕路了 你要被用到 你了 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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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跟着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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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这 什么破皮吧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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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怕怕怕怕怕怕 你了 没报锤 你他妈的别回来吗 咱这个瓶子自带buff 拿远点 这回注意啊 把火放上去之后 退避三十 哎呦我操 这只鸟那不容易 下次这只鸟再也不玩内侧了 各位 这不不行 能向门前牵纸还人间吗 想看那个牵纸菩萨 他怎么还人间 怎么回事 真牵纸万一 而且你看他的脸啊 没看 大黑佛母的加强版 爸 磊子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叫你来的 我怎么可能 爸 这会儿 你不是应该再给爷爷守灵吗 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走了这么久 总之先跟我回村子里吧 三井半夜 站在林子里想什么 嗯 你看他是个特写 手指 现机的手指 给牵纸 我就说吧 每回拿手机照的时候 都看见那个影子 他一直爬我 在后面 我 beginnen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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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坏事,他分好鬼坏鬼之说,有可能是好鬼在帮你杜劫呢 故事还在继续,一周之后 学人启示,这就咱个全城控制主角孙磊 可以想见,这个鬼大墙都没出来 只不过筹金一万元,是不是有点少啊 行,各位,情况呢,就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我是好一通被这个内测版吸引了一番 而且它这个正式版,可能也就是这两天又要发行 至于是否接着录呢,你看我也没怎么去录制恐怖游戏了 所以这一期呢,我以内场的方式上传啊 不知道圈内的观众有多少人买账 反想好,支持人多,那肯定继续啊 另外这个游戏最终,反正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这个画质,情景的调色都还不错 但这个游戏这个机制实在是有瑕疵 你看我后来都用死亡存档来清场了 这肯定不是正常的操作 但愿他正式版是修正过来的,到时候纸包包看 至于剧情呢,你看我录制这些全在解谜上面 而且他这个解谜的操作特别不顺手 但是该说不说了,最后这段CJ的确是震撼到我了 可以见得他这个父亲,你看他那个无名指 还在留着先写无名指给献祭给千指扑擦了吧 人肉献祭,然后把自己儿子给拉进去了,是不是这样 特别是最后他那个秋裤女鬼啊,爬在他身上吗 豁然开朗了,我这一回想啊 全程那个手机照着那个影子 的确是有个女鬼在身上爬 但是我每次回头都看不到 最后这算是揭开真相了 至于他们每个人的到底什么身份 什么处境,咱先不知道啊 这不是demo版吗 这瞎猜也没什么意义 你看这里还有两三天又发布正式版了 反正我表示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剧情了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狼肉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分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